说到北市科园区的周边 房价已经不算低 打开实价登陆网站 可以看到近一年每平成交均价 已经来到111.87万 若之后北市科开始有企业进驻 车程只有5分钟的设置地区 会不会受惠 那因为在台北市 你的扩载效应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那有些人会看到设置 会认为设置未来会有一些发展 那也确实在整个市林的区域来说的话 设置是相对便宜的 只是说它如果说以长期的发展性来说的话 它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因为毕竟在整个轮替的过程里面 设置虽然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议题 可是实际上面落实 它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我觉得还是有难度 因为它还是被这个基隆河所隔开来 就是你想一下 为什么现在市场行情直接就是把它变成新北市的价格 它是基隆河这么宽 然后它设置长是中间这一块 所以你过桥过多一点就是山崇 过少一点提前先下来就是设置 就是那崇洋桥 但其他都是要过河 你都要过河 你只是过比较少的河跟比较大的河 它并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它要因为北市科的热络的高房价影响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 说到设置曾被网友说示台北市的乡下 甚至被列为台北市最不想居住的地区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在1970年政府明定设置岛为限制发展的洪水泛滥区 设置岛全面禁建 市政府停止沿平北路7、8、9段所有的建设许可 因此设置岛至今禁建了50多年 相对缺乏公共设施 就连排水系统也有问题 到处都是违章建筑 禁建目前就是最大的困难 然后加上它没有污水下水道 就是它相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便利商店在那个地方 因为以前台风的时候 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喷嚏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你要留一个泛滥区 那设置它就比较辛苦一点 就替台北人承担这些事 所以它在开发上 就是主要的困难就是因为容易沿水 沿水是一回事 因为现在的水力技术的话 未来可能在初期这几届的市场里面 把开发的规划上面 先把核堤去做一个拉抬 所以他们为了 当我们当初在做设置岛规划的时候 有堤防要增高 大概九公分到十公分 因应未来两百年的这种可能造成的水患 另外来说的话 它们应该会附设一些植皮 或整个公共设施防水的部分 那能够对这个设置会有一些 因为我们说是实际上面在水力上面的植柱 只是说以设置现在在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因为多数是以农地为主 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上面有很多的工厂 那这些工厂有一些乘出客 反正他们都或许他们也就等于有些都已经直接运作了 类似就地合法的这个逻辑 那对于很多的厂家来 房东来说的话 这可能不是他们乐见到的选择 我们先定义一下 所谓设置岛 大家想象中设置岛其实是 就是摄氏国小那一段还是有人在居住的 阎民路北路五段六段 那边还是有一些生活机能的 境界导致建设停摆 尤其多数为农业用地 要做开发难度很高 应该说政府要用区段征收的方式 把那边把它做一个征收 但是跟自救会还有当地的局 这个一直没有谈拢 那期段以后的地方 其实它就是一个条件没有谈拢 例如说现在有很多人他想要安置住宅 那到底几年以前签进去的 他才能分配到安置住宅 那还有那边有很多的违建 那这些违建 他按照法令 他其实没有办法补偿 就是没有办法分配安置住宅的 然后那或者说他的一些租金补贴 因为设置岛那边的 因为是违建 所以他租金就很低 就算他给他优先去租这个社会住宅的租金 他们原本就是属于比较弱势底层 他去搬现在这种新的社会住宅 优先成租租金补贴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匹配到那个这种 因为好像大概三五千块 就别来那边租房子 你再次会住宅其实比较难 所以他的 他会牵涉到 就是说他现在的土地的所有权 是相当杂乱的 原来困难重重的 还有设置地区有许多违建 因为年代久远 土地持分上继承人也多 整合起来很不容易 就是说虽然政策上面会有意推动他去做重新的调整 可是包括了比如说在地有些居民或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可能在所谓的规划上面并不是那么样的满意 而且其实住在里面的设置人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如果搬走了 他没有地方可以维持到现在的居住品质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会产生抗性的原因 虽说是一样台北市的门牌 但仔细瞧瞧实价单落的房价 或许会让你很压抑 就是在设置国小以南的地方 就是延平路五段六段 那一个区块靠近重阳桥那边 那边是有新的推案的 他以台北市来讲他是比较低 他现在新建案的行情大概在六十几万 六十万出头 也就是说他大概可以跟过桥的 三重的房价新案是差不多的 三重的仁义重化区五华街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重阳重化区 大概新建案大概都在六十万左右 就是说大概他跟新北市这个三重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说他的落差有很大吗? 看你跟谁比 你如果说你把他算作是台北市 当然北市过桥 北市科就是两倍的价格 就一百二十万 那如果说你到三重 你把他算三重六十万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目前看起来市场是把他跟三重的房价 重化区的房价是会在差不多的一个范畴之内 就是他中估大概五十四四五十万左右 落差没有很大 对 就是那边不是一个交易非常盛 就是热落 就是那边应该不算是一个交易热区 就是说他的价差并没有办法拉得很大 而且他的新案也不是那种所谓大基地的开发 他也是就是基地没有说特别的大的规模 所以价差没有差距非常的大 那来的内容都是属于自住的客群 在台北市还有像设置一样 属于较低价的区域吗? 以台北来说的话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相对比较蛋白的区域 大概就是温山北投 那如果说房价也要比较亲密一点的话 约莫大概就会落在比如说万华 那其他的区域你要找到比较便宜的房子 确实会回到个案的表现啦 比如说像你真的要找到很便宜的 像新一区五星街六百巷里面 因为它比较靠山边 距离捷运也比较远 那它的单价其实就很便宜 那这个就是必须端看你在购物的时候 所注意的你在意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以价格来说的话 在台北市各个行政区相对比较偏的区域 是会有机会找到比较便宜的案子 就是台北市已经很少看到 新建案在六十万左右的行情 就算是最低的闻山 就是闻山那边也几乎没有这样的价格了 大概那边都要八九十万了 所以目前台北市房价平均最低的 大概有几区啦? 设置应该最低了 设置最低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往复兴岗那个地方 那边也蛮低的 五十年换了超过十位的市长 到现在仍然无解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 内政部长林又昌 找上台北市长蒋万安 就设置岛开发的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地方和中央联手商讨 会像过去一样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亦或者考虑北市科园区 需要扩大住宅需求用地 有进一步具体政策出台 恐怕是设置到能不能翻转 孤岛命运的关键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很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群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基础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情 连准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机 大概上大致上已经 大概解除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耀廷和您与钱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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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